保健品的意识比我们还熟 好像台湾这个市场 你一进来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做直销 每一个人都在卖保健品 是否台湾还要继续发展吗 还是就把它当做一个 我们讲的开了没有人的一个分行 我记得当时老板就回应这个领导人 或者这个管理人 他就说 如果这个时候台湾不大 我们就要确保他台湾大 因为台湾的市场 是非常有潜能的 所以我每次在高峰会议 或者我在飞议的时候 我每次会分享这个故事 台湾的第一个表达大会 是一个很小的表达大会 在台北一个很小的饭店里面 它的舞台就可能像这个舞台这么大 它没有你们所看到的升降台 还是很大的LED 它就是一个饭店 帮我们做的一个舞台背景 然后呢 出厂就是做两片板 然后从哪里出厂 好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板是粘上去的 我们放了Reway logo 我们还去喷银色 不然那个舞台看得很单调 就是我们第一场表达大会 当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当时的会场非常的大 我们必须要去填满那个会场 多大呢 那一天台湾第一场表达大会 我们需要填满250人 对当时的Reway 立会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壮举 因为当时立会台湾的领导人 两三年后还是那几个 所以当时要有250个人坐满那个 表达大会是很难的 我们就在思考了 怎么办 又要能够让台湾借到力 一定要做这场表达大会 所以就去召集了新马的领导人 用骗的 用拐的 用炸的 把200个新马的领导人和印尼的领导人 骗来台湾 然后呢 50个挤出来的台湾的顾客 台湾的精英者 总共250人 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台湾的这50个人 他也不是很甘严来的 是因为有便当 为什么我记得呢 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到的时候呢 他不是很兴奋的进去坐 80%一到的问我便当在哪里 所以当时就这个250个 200个外地的领导人 为了帮我们填满这个250个人会想 他们自己付费 自己做incentive 把新马印尼的伙伴带来台湾 为了就是因为reway公司讲一句 我们需要帮台湾这一忙 你们可以来support吗 所以这些新马印尼领导人 就这样子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场 台湾的表演 所以我回想起 当时为什么台湾的起步 它没有像其他的国家这么快 因为我们发现reway的制度 奖金制度真的在直销界有一点不一样 真的是超赚钱的女生 所以就台湾很多早期的领导人 他在不用fight级别的时候 他在diamond tree star 一直在diamond tree star两年 他都很赚钱 所以当你跟他讲fight定理的时候 他觉得fight定理干嘛 我都这么赚钱了 我维持tree star就可以了 属于一个很舒适的状态 除了一切从那一天的那场表演大会开始 我们表演台湾的第一个pavo 然后之后我们表演台湾的第一个phoenix 之后表演台湾的第一个monoceros 一旦我们表演了台湾第一个飞马的时候 台湾的表演大会在大概第三场的时候 就开始打了 就打到现在今天 托台湾领导人的福 我们reway国际所有的领导人 可以有这个机会 今天1月8号2023年 来到台湾领导这么壮观的一个总部 来做剪裁 来参与开幕 所以非常感谢 当时出手相救的新马印尼领导人 还有这么多年 借着VUA这么多年 一直能够借得利 很好的跟公司配合 而来到今天领导这个办公室 我们给在座的所有 对于这个办公室 对于这个总部 不管你是有直接的也好 或者间接的影响也好 我相信这个总部的每一片墙 每一个土地 都有一点你的血汗在里面 每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 都有你在曾经欲为贡献的 这个很大的部分在里面 那么可能有一些同事 或者有一些领导人 来到这个领口 是你第一次 我曾经有在一些开幕的时候 分享过 其实VUA国际的总部 你应该要看它的落差是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的 好我想讲的是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的上面这一张 你有看到一个VUA在那边吗 有 这个就是15年前 VUA国际总部的第一个招牌 你刚刚看领口有很多VUA的 全部很美的 对不对 这个第一个招牌 它的意义很深 为什么呢 因为是老板亲手做出来的 这个招牌 它包含着一个IKEA的相框 就是那个黑色的 两个白色的板 我们英文叫做sterofoam 就是那种你一把 它就会断的那一种 白色的一个板做底 然后VUA的六大目标的logo VUA的字 是老板自己印出来 画在另外一个板 然后亲自用手 跟刀片去割出这个VUA跟六大目标的字 然后拿漆去喷六大目标的logo 蓝色 就在这个office门口外面 蹲着那边喷 VUA logo喷着漆 干了过后 才贴上去这个白色的板 这个就是VUA15年前的第一个招牌 这间办公室的规模 也就像这个舞台 多一个30%这么大 这个就是VUA国际的第一个办公室 所以你看 这就是老板15年前在他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坐着三个人 也就是像照片这么大而已 然后外面就是Dishibuda区 早上是Dishibuda的地方 往上我们把桌子搬走 把椅子排成一排 就是training了 然后一排座位的后面 就是柜台了 柜台后面就是放货的 你不要流口水 你也没有货的 你大概开里面只有一套而已 因为以前的业绩 跟我们拿货的量 里面最多一套半 已经是很厉害的那一种 这个就是Reway15年前的开始 我相信我有跟你们分享过 或者有些人可能有听过 Reway选择这样子开始 为什么我讲选择这样子开始呢 因为怎么讲 在开成立Reway之前 老板怎么讲 在直销界也是有一定的名声 很多人在跟他一起配合的过程里面 觉得这个人可以跟 所以当很多我们曾经在做直销 认识老板的人 知道Reway要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他想投资在Reway 他希望可以参与在这个年轻人 开的这间公司里面 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觉得 我投资以你这么努力 以你这么能干的人 这个Reway大了 过后我才分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选择这么开始的 我们可以一开始说真的 就有像领口这样子的办公室 因为有投资家 只要我们讲yes 肯定有这样子的资金 不过我们选择不要讲开始 我们选择老板自己去IKEA 自己做我们的这个logo 我们选择每一个会议我们自己谈 为什么呢 因为老板他永远都讲这个东西 他说开始的文化要对 如果今天Reway选择用容易的方法开始 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开始 你没有走过这条路 那以后你在带领导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教领导人 你要怎么让领导人 尽力很难的开始呢 你要让领导人尽力很难的开始 首先你要先做一次 你要先做给他们看 你要先去体验这个苦在哪里 你带他们的时候呢 你才有亲身精力去带他们 这就是Reway一直以来 保持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记得当开始的时候 我不明白这个 我每次看到 当人家投资几百万在我们身上 老板拒绝的时候 我的心是流血的 你懂吗 这样子就这样飞掉的那种感觉 不过回想起 我很明白 为什么老板他有这样的想法 开始Reway的时候 当我们开车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有很多做直销的人 一直到有这间新公司叫做Reway 他不知道这个Reway会不会大 不过在直销界都会有很多人说 你就给我做001 你给我做001 我会把以前我的顾客全部带进来 我相信直销界我们时常听到这个的 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找我们 不过老板也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文化很重要 如果一开始你就允许一个人进来 他不用fight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去到上面的话 这样这个公司的文化 就从一开始就错了 每一个人进来都要从最低开始 我们的员工也是这样 今天你看到的CMD 全部都是以前是executive 成为了经理才成为CMD 所以领导人也是一样 没有在座的任何一个领导人 来到Reway可以直接去飞马 全部都是要从最底去学 去学基本功 去学最基本的 你应该在直销 把它做好的一些动作 然后为什么当时老板 不要投资这样呢 因为他说如果一个人 他会因为以利益 先投资在你的公司 对 开始会简单很多 不过当公司大了 这个人所有的决定 他肯定不会是为了公司的好 而做决定 他的决定肯定是为了他的利益 能够拿到多少而做决定 而他做的决定 就不会是Reway 最该做的决定 所以也就是当时 你现在想对不对 你会觉得 哇很伟大 对不对 你当时没有钱你想想看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开除只有一套货的时候 没有顾客的时候 你卖一瓶Bertia 你都要敲锣打鼓的时候 你要这样子坚持 你要去回想他多难 所以15年Reway 会来到今天 不是因为 哦 直销公司做15年 哦 这是必然的啊 不是的 是我们很努力去坚持Reway 从一开始坚持的这个初衷 这就是我希望在座的 所有的team elite 跟我们的team supreme 要牢牢记住的这个东西 Reway15年 一直在模仿很多东西给你看 不管是我们怎么做活动 我们怎么跟领导人 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怎么去做决定在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 Reway做事的一个态度 跟一个理念在里面 就像培训会老板时尚 在舞台有分享 他说 其实当我们领导人 在Reway要成功 除了你很厉害卖 除了你的组织很大 是你跟你的人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希望今天 做在林口的这个 非常美的这间办公室 要去思考 Reway它多大 你在Reway多大 那个比较重要 今天林口的办公室多大 多了不起 或者我讲 不同的分行 不同的总部 在Reway不同的地方 多大 多了不起 关键是你本身在Reway 你的定位是什么 你在Reway你扮演什么角色 不然的话 你2023年跑遍 Reway国际所有的地方 去开幕都没有用 因为它永远都是你一个人 所以对于Reway坚持的东西 在组织里面 在团队里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希望 对于一些 不是台湾的领导人 今天来到这个会场 会 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如果你来自印尼 你来自菲律宾 或者你来自 VV国际其他的地方 甚至在欧洲 缅甸 或者泰国 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不要只是发在群组 发在WeChat 发在社交媒体说 哇办公室多棒多棒 你要有一种危机感 你要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你要去思考 台湾用这么短的时间 拥有这样子的成绩 你代表你的国家 你希望你的国家回去的时候 能不能够因为你 你的国家 能不能够因为你的关系 因为你的组织的关系 而拥有这样子的办公室 可能很多人说 哎呀 可是我做得很好 这样子的办公室 也不是我一个人用的啊 想啊 如果每一个开幕的办公室 你占最大的人的话 我觉得你就赢了 所以希望这个1月8号 不管你是台湾的领导人也好 或者你是外地的领导人也好 要对今天的这个开幕 有非常深刻的感触 再加上两天后 就是我们在高雄的 15周年欢庆晚宴 昨天我刚刚跟 Hoya跟Iris在那边看 哇我们发现 因为的人真的要很强 每一次当我们去到一个会议 不管是比方大会 或者是在体育馆的 通常几天前我就会收到 艺人的经纪人 发的一些照片过来了 我就会看到了 哇又来了 每一次都会有免费演唱会 看去高雄三天两日游 屏东水上教堂 很多很多的 以前在新马就会讲 去新加坡三日游 吃榴莲 金沙赌场等等 然后我就来到台湾 我在想 不懂那个艺人的经纪人 会不会再发这种给我看 前几天我就收到几个了 很多很 比旅行社更会做旅行社的领导人 发了很多 几天几月我看了过 我真的想 为什么艺人会发给我 因为第一 我们的合同是 签约的合同是不售票嘛 所以售票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合同 所以艺人 当他们看到这些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欺骗我们 为什么你们售票没有让我们知道 还有没有要独吞那个票 所以公司是很敏感 在于这个东西的 第二 当我们讲出去 两千台币去看周华剑 去看谁谁谁谁 再加上三天两日 加艺人以后怎么卖演唱会的票 演唱会票 只是去看两个小时 四千 他来你的去屏东吃住三天两夜 再去到高雄看演唱会 才一千八 所以通常几天前 艺人一定会给我看这个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只能想到一个东西 我们每次讲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是不是 只要能够约到人来就可以的 管他去哪里 只要对不对 这个也对 可是最主要是 我每次看到这些东西 趁今天我在台上 两天后又是我们的十五周年 可能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想法 肯定的 我能约越多人来 去一个表演大会 去一个会议 挤爆他都是我的人 就是在台上 我们每次讲的 像今天我用这个方法 我满就可以了 那个对 可是最主要是永远要知道 当你多人的时候 他里面的数字也要跟着你的 多人一起搞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五千人 不过每一个没有会钱 每一个不知道他来干嘛 每一个被骗来 每一个是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来 你觉得五千人回去过后 它的效果会是什么 五千人不来比较好 你同意吗 因为你之前没有做最基本在直销 我们怎么卖会议的动作 可能今天你卖会议 你不是用这个方法 你是来一千人 不过一千人里面百分之八十 在来之前 他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了 你的组织的基本功 在卖这个会议 是很到底直销应该的 会前基本功了吧 那即使你来一千人 你至少都有八百人 参与了过后 他觉得Wariway可以做 也就是说人数是一个 人数来的结果 很多人忘记这个结果 所以当然我不是讲这个 你们可以继续去卖这个 只是说我想讲的是 如果你发现你的组织 只会用这个方式 用发传单 用旅行的方式 来卖一个十五周年 这么多例的一个会议 他只会用这样方式来卖的话 那也就代表在你的组织里面 真正会做直销的人不多 他不会用直销的方法来做 他只会用一些边门左道 一些他想到的方法来做 所以希望这一次的十五周年 不管你来多少人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约人来 永远要记得 这个十五周年 是因为一个非常大的盛世 不要只是成为一个过客 不要只是来了就走 要在里面得到力量 就像今天来到这个会场 不要只是坐在这边吹冷气 给他吃饭盒 然后过后去逛街 不要真的要思考 接下来你在里面的定位 因为这个领口的办公室的这个开幕 你要定位自己在哪里 有很多人可能离开了这里 出去这个办公室过后呢 还是老样子 还是你进来前原来的你 不过有的人 他却可以因为一个开幕 因为一个开幕他没有位置做 因为一个开幕他看到人家剪彩他没有得剪 因为一个开幕他必须要站在栏杆外面去看 如果他坐在外面 现在还不能进来 要等到你们吃完饭了 他才可以进来的一个情况下 有的人会在里面得到答应 虽然在座都是领导人 虽然在座有很多飞马领导人 已经很舒舒服服的可以坐在这里了 不过瑞威还有一条很长的路 今天不管你是飞马或者Supreme 我相信今天过后的三年后 在座的这里 如果今天听得懂一些东西的话 可以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今天这些领口办公室 是前几年台湾领导人非常非常努力的 结果出来的一个办公室 也就代表这间办公室 他不会延伸去更大的 或者更多间这样子的规模的办公室 就在于现在我们做什么 因为今天的结果永远是跟三年五年前 我们做什么才会产生今天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恭喜在这么多年 今天之前这么多年非常努力的这一群人 来让今天领口的这个总部可以发生 不过关键它真的只是一个开始 不是因为领口总部开了这么大 接下来的三年五年 台湾就会这样陆续的这样子的没有了 是要有人去守护去保护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在领口办公室也好 在台湾组织也好 在你的任何个组织也好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了解 你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每一个人扮演角色都不一样 不过如果大家能够扮演好大家的角色 领口的这一间总部 将会是领域国际全部分行总部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希望大家从这一刻开始 能够把自己在领域的定位提高 能够跟自己说 你希望以后任何一个办公室的开幕 有去到这样子的auditorium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你的人 好不好 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外地的领导人 我们也非常非常恭喜台湾的领导人 你们的领口总部终于开幕了 谢谢大家 我把棒子交回给Kevin